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电影深度还原了其小说中残忍到令人发冷又被吸引的故事 和严酷到不可思议却又顺理成章的人物命运 影片讲述了武汉小贩李宝丽在遭遇丈夫马学武提出离婚 出轨 无家可归的婆婆要求入住新家 丈夫自杀等一系列接踵而至的变故后 依旧倔强强硬的对抗生活的故事 片中主人公李宝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女性 她有让人恨得牙痒的一面 也有让人心头一暖的一面 她有时候极其粗鄙狭隘 有时候却坚韧自强地让人惭愧 而这些微小但显著的性格特征也正是造成李宝丽悲剧生活的主要原因 面对懦弱无能的丈夫马学武 李宝丽无时不刻展示着自己武汉的某种本土优越感 一副刀子嘴不遗余力地践踏马学武的男性尊严 但她内心却始终是崇拜和感激丈夫的 搬新嫁后主动向丈夫求欢 吵架后主动做一桌子的好菜向丈夫求和 从这些戏之末节可以看出 李宝丽虽然看似强势 可那只是她的性格所致 她在与马学武的感情关系中实际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这样的情感基础和婚姻结构 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注定走不远 最后强势了一辈子的李宝丽 还是败给了更加强势的现实生活 丈夫自杀 儿子反目 她用十几年的牙尖嘴力造就了人生的大悲剧 又不得不用随后十年的苦干不抱怨来赎罪 整部影片看下来 你会发现 其实电影中的每个角色都没有错 但正是这些纵深纠缠的没有错 造成了悲剧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对于李宝丽这个人物的塑造 观众和影评人都用最热烈的语言赞誉了这个形象的表演者 颜炳燕 形容她为全身性的投入 完成了一次殿堂级的伟大的表演 小编感同身受 李宝丽的形象不仅展现在颜炳燕的语言和肢体上 更多的来自她的呼吸 背影 眼神 甚至是沉默 她走路时的风风火火 旁若无人 客寡子时的不屑一顾 骄傲从容 只要进入到万剑穿心这部电影的世界中 就几乎不可能不被颜炳燕那朴实而锐利的表演刺伤 以至于大荧幕那个神情恍惚的女扁蛋 每一回头就好像有根长剑把人盯回座位 这部电影由于颜炳燕的出色表演增色不少 而颜炳燕也因为这个角色获得了许多奖项 诸如2013年 华语十佳影片的年度最佳女演员 而且在北京国际电影节 电影华表奖 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等众多颁奖典礼上 也出现了她手捧最佳女主角奖杯的身影 节目最后 小编不得不由衷地赞叹导演王靖的真诚与果感 相较于其他一味地盲目地拔高女性形象 歌颂无上道德情操的女性电影来说 她拍的万箭穿心真实残酷的可怕 因为她戳中了社会的痛楚 那就是再大的家庭悲剧 归结起来都是个人行为的自作自受 在这样的反思态度之下 万箭穿心显得十分的世俗 但更具人情味 也更加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给我们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